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一看就是剧毒那种 但不入地狱又不行 剑决天下 该游戏在中国叫做《剑仙宣言志》 上架于2019年 开发商是中国的广州飞拓网路科技 但游戏应该也是使用共通模组 换皮之后再改名 而且类似游戏太多款了 就不继续深挖了 原本的游戏号称是以古龙小说为基础 但说白了就是把别人小说中的门派设定 跟招式名称抄一抄蹭一蹭 这如果让古龙本人看到 棺材版还不直接弹开来 而古龙相关的武侠游戏 我蛮喜欢的是育拳在2002年上架的 流星蝴蝶剑打内 这款也是当年的网咖大热门 为了在家可以玩 我还咬牙买了799的十年会员包 这对当时只是小朋友的我 根本是一笔大钱 想说可以上网当大侠海淀别人 结果家里的电脑根本跑不动 最后还是只能去网咖玩 不过这游戏好玩归好玩 但最终还是抵不过盗版 在2007年就结束营运了 而2018年的网易 还搞过一款 流星群侠传的手游 但玩法跟经济感差太多 最终还是走上课金大战 台服在2021年也停运了 剩下中国服还在撑着 而目前跟流星比较接近的续作是 是一款在PC版上的武侠版吃鸡 我偶尔会上去背虐几把 而未来官方也会有手机版 可以期待一下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台湾代理是自由在线 而底下代理的游戏 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夜游跟换皮游戏 游戏的水平跟中国那些 4399 7723什么数字网站差不多 甚至还有一个网易的模式也抄得差不多 还顺便学了腾讯在logo旁边下的小标语 总之这公司如何 各位心理明白就好 游戏选在凌晨时间开服 真的是有点诡异 服务美国人士吧 原本的老版本只有四种职业 这次多了两个职业 根本就是佛心豪华升级 玩家们还不客气来 而这游戏进去看到界面 VIP会员 一刀999 全自动放置 真的是熟悉的换皮最对位 但没有送大翅膀跟闪亮称号 格局还是小了那么一点 然后这种游戏 一定要有一段轻功演示画面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传承这套惯例的 难道有玩家会觉得这样很酷炫华丽吗 反正未来看到有这种片段的游戏 基本上就可以先过滤了 而其他游戏玩法我就不演示了 留给代言人或其他业配YT表演吧 而这么好的游戏 我肯定不忍心分享给各位的 就不要跟我抢删除了 结论 人不人鬼不鬼 韭菜别上门 总之近期的广告如果看到什么 爵士先王 九天爵 道师出冠之类的 就不用留言叫我去试玩了 都是差不多坑人的游戏 人闪多远就闪多远 毕竟不论是金大便跟银大便 还是普通的大便 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甚至都不觉得这次在玩游戏 根本是在考验玩家的智商了 最后提一下 最近有看到诺亚之星的广告问卷出现了 相信在不久之后就会在台湾跟大家见面了 至于是不是坑 各位到时候就上线自己体会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